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宅经济 疫情发生后 线下行业受到冲击 但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公 这些个新型的宅经济乘势而上 成为当前经济的一模亮色 但宅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在线教育 不少这个消费者就投诉 说试听的时候觉得不错 到了购买之后却发现 课程内容都是网上抄袭拼凑的 质量是越来越差 你想要投诉吗 却又找不到投诉的渠道 还有网络游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有玩家就说下载了游戏 玩了几盘就发现 内容和那广告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说好的游戏主角是古代神兽 结果一只神兽都没有 你想要维权 但因为是游戏里的物品 维权比较困难 最后只能卸载游戏不了了之 另外 宅经济需要使用到各种APP 而这些程序经常过度来收集个人的信息 有人就说某网客APP 它注册的时候竟然要求提供身份证照片 如果不同意你就无法使用 专家表示宅经济的一个特点是虚拟场景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不良商家就一次充好偷工减料 甚至呢刻意欺瞒 这就需要在相关部门 记录监管畅通投诉的渠道 要不说呀 只有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那宅经济才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稳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消毒费 因为疫情啊 各地出租车呢 都实行了这个消毒措施 最近呢有乘客反映 说打车的时候呢 司机要求加收这个消毒费 而且呢这个消毒费啊 居然比这个车费还要贵 随后当地交管部门进行了调查核实 发现一些个出租车的司机 以疫情消毒为幌子 在那违规收取额外的费用 实际上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 就像地铁公交一样 都是由政府定价 如果进行价格调整 那必须要召开听证会 这里边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 不可能随意说涨它就能涨 疫情防控期间 出租车消毒那是必须的 由此呢倒是会增加一些个费用 那么能不能涨价呢 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的因素啊 比较多 比方说啊 涨价以后乘客可能会进一步的减少 这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 涨价未见得就是好事 有专家建议 出租车企业在这个特殊时期啊 应该主动承担消毒费用 同时呢要加强管理 防止某些司机呢 在那乘一谋利 另外一方面 要适当的增加防护的补贴 政府呢 给予一些帮扶 来保障司机的健康和安全 要我说 出租车违规收取消毒费 咱相关部门呢 也应该给他来一个兜底 或者来一个消毒 我们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 未来你的木志明可能是一个阿维马 这清明刚过 网上就掀起了一波讨论 你会如何处理自己的互联网遗产 很多网友给出了一些妙趣横生的答案 你比如有人说啊 要把所有数据啊 拷贝好放进电子足谱里啊 还有人说不想被遗忘 所以呢要写一个脚本 定时运行 没事呢就发一个状态 甚至有人表示要生成阿维马 硬在这个墓碑上 这样呢 亲友缅怀的时候 直接扫一扫就可以了 这真是民服其实的扫墓 说起来啊 关于虚拟财产的删除与保留 引发过争论啊 一些社会学家就认为 社交网络是研究人类行为的 不可取代的一个档案啊 所以呢 应该啊 给他纳录到国家大数据库 有一些人呢 也真是把自己的社交遗产 当做一种自己存在过的证据 希望啊 死后呢 社交账号啊 数据啊 都能得到妥善的保留 你像有个叫阿凡达的网站 就能够通过大数据啊 AI啊 来掌管用户的社交账户 让人呢 在线永生啊 但也有一些人啊 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啊 或者是黑料啊 留给后世 你像有一部这个日剧啊 叫人生删除事务所 就是专门讲啊 如何删除掉网络数据的 牛津报告就指出啊 所预计到2050年 脸书上的亡者账户 将会超过生者的账户 我死了 谁来继承我的账户 这个曾经流行过的段子 似乎呢 可能要成为我们未来 真的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人们就期待哈 未来在立法层面 会有更多的制度保障 让虚拟财产的继承 不再受限于平台 而是能够呢 以主自立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云南野生动物园 各种动物啊 撸起了串 我们来看啊 生面猴 撸起了玉米串 环尾狐猴 撸的是葡萄串 那长颈鹿呢 是胡萝卜串 各种欢快的场景 让他们想起了 我们最近这个烧烤啊 喝奶茶的样子 有人就调侃说 这就是动物界的 报复性消费 日本一所大学 举办云毕业典礼 几台机器人 代替所有的毕业生 在他参加典礼 主持人叫到同学名的时候呢 机器人的脸上会显示 那位同学的照片 然后接过校长颁发的毕业证 机器人带领毕业证 这就是AI助力 毕业安全 科学家发明了一种 代替皮革的新材料 叫仙人掌 它不仅环保 而且呢 具有真皮的外观和手感 非常的实用 仙人掌皮包 动物保护 尽在掌握之中 画家在雪山上 创作的巨型国画 画风古典 意境为美 天地变成了画框 雪地变成了宣纸 如此美景 恢弘辽阔 好 欢迎回来 最近有一期关于野猪的案件 引发热议 这被告呢 是一位老人 老伴去世多年 儿女呢 又都在外打工 他一个人呢 就靠着吉姆地呢 在过日子 近些年 这地里呀 总是跑来野猪 糟蹋装甲 他用了很多的办法来驱赶 都没能成功 后来 听说野猪啊 怕电 就买了这个电机设备 垫死了三头野猪 随后呢 他把那猪肉啊 卖给了一个小商贩 这商贩 在集市卖肉的时候呢 被执法人员给发现了 老人呢 也因此呢 被抓了 前不久 当地法院省理了 这么一起案件 法院认为 老人在禁猎期间 利用这个禁用工具啊 进行狩猎 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 和生态环境 同时呢 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构成了非法狩猎罪 不过呢 由于犯罪情节比较轻 认罪态度好 所以啊 重新处罚 最终老人被判处 拘役三个月 缓刑六个月 同时呢 没收违法所得 并罚款一千五 野猪啊 是受法律保护的动物 老人这个行为呢 理应受到处罚 但是这起案件的背后 也暴露出了另外一些问题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 因为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 要由当地相关部门给予补偿 那具体补偿办法呢 是由各地啊 自行来制定 这老人就说了 他曾啊 向当地有关部门 申请过这个补偿 但给出来的回复呢 是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没有资金 那有律师就说了 如果想要补偿 是只能选择公益诉讼 然后呢 这种官司啊 是耗时耗力 还不一定能打赢呢 所以呢 截止到目前 还没有谁提过这样的诉讼 那从这方面来说 这起案件 那也算是一个提醒啊 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 又该如何保护 被那野生动物侵犯的咱受害者呢 接下来财经杂志文章标题 疫情促健康险紧喷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 今年前两个月 保费呈现了断牙式的下滑 不过呢 健康险却成为逆行者 保费是大幅度的上涨 原因就在于 疫情让人们对健康保障 更加的重视 健康险 特别是医疗险的需求呢 那就更为的强烈 目前 市面上的医疗险 大多都是短期的 是一年一保 如果不能够及时续保 一旦得了病 就被保险公司拒保 无法得到医疗保险的保障 为此呢 银保监会下发了一通知 就是鼓励保险公司 发展长期的医疗险业务 从制度上解决患病人群和老年人 难以购买医疗险的问题 那为何长期医疗险 它这个产品就少呢 业内人士表示 原因呢 是长期医疗这个费用啊 上涨 保险公司呢 很难预测 比如 当年花十几块钱 就能治好的感冒 现在呢 去一趟医院 可能得要好几百 这种医疗费用的上涨 就让保险公司存在亏损的风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银保监会发布的通知呢 就引入了长期医疗险费率调整机制 把定价权呢 交给市场 由保险公司来根据这个市场情况啊 可以来调整费率 同时呢 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那如果觉得这个保费太贵 你可以选择呢 退保也不会造成损失 看来啊 有了合理的机制 这医疗险市场呢 才能够更健康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自媒体造假 说这个前不久啊 有篇关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文章 在短短几天 这点击量呢 就突破了上千万 有人就怀疑 这篇文章啊 有问题 报了警 这民警调查呢 就发现 这其实呢 是一篇移花接木的造假的文章 它这个内容啊 来自好几年前 2016年的一篇帖子 那帖子呢 进入了一家海鲜市场的黑幕 但是呢 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没有什么关系 造假者 直接把那帖子的内容啊 复制过来 然后呢 把题目换成了华南海鲜市场 来趁这个疫情的热度 那顺着这个线索呢 民警就抓获了一个自媒体造假团伙 这个团伙呀 九个人平均年龄了十九岁 他们从去年六月开始 先后购买了好几百个自媒体 为了博眼球赚流量 就不择手段呢 在那乘热点编造这个文章啊 然后呢 通过这些自媒体进行轰炸式的传播 这个团伙呀 从中获得不少的利润啊 你像华南海鲜市场这篇文章 他们就赚了将近三十万 民警说 他们这个行为啊 涉嫌多种违法犯罪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有个专家说 如今自媒体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但与之相伴的那只是乱象重生 你像这一起案件 自媒体造假 那形成了团队化专业化的运作 那实在是令人担忧啊 对此啊 专家建议 自媒体平台要提高门槛 加强审核 有条件的呢 可以像网店那样 引进诚信保证经的制度 来督促自媒体呢 来自律守法 同时啊 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对于那些造假的自媒体的作者 除了给予相应的法律惩罚 还可以考虑到 把他们纳录到信用黑名单 做到以尽效忧 让自媒体早日告别造假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我们来看这个大屏幕 这是广东一家酒店的房间 脏乱不堪 到处都是垃圾 酒店工作人员说 这里边住的是一位隔离人员 他在这里边呢 住了十几天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实际上在疫情期间 这样的例子啊 不少 说在哈尔滨 某小区两个单元的住户呢 都被安排到某宾馆隔离 在隔离期间 那是好吃好喝 而且呢还免费 隔离期满后再看房间 那是一片狼藉啊 有人就说 这满屋子的垃圾 出卖了它的素质 要知道啊 隔离期通常是十四天以上 在此期间 吃喝拉撒都在这房间里 而且呢不能外出 也没有清洁人员来打扫 客房内如何保洁 完全靠自己 那有些人表面是很光鲜 却生活在垃圾堆里 而武汉的一群环卫工 虽然和垃圾打交道 却非常的讲卫生 非常的文明 据报道 在疫情期间 这个武汉一群这个环卫工啊 被隔离在酒店 隔离期满后 他们的房间呢 干干净净 一成不染 他们就说了呀 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 也许在今后一段时间 还会有一些人要接受隔离 在这 我们就希望隔离病毒 但不能丢掉 那最起码的个人素养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锐词 拆屋效应 鲁勋在《无声的中国》里 写过一段话 说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 折中的 比如你说 这屋子太暗 要在这里开个天窗 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 他们就会来调和 说还是愿意开天窗了 这种狮子大开口 然后通过折中来促使别人让步 在心理学上就被称为是 拆屋效应 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也总是使用到这么一种效应 比如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总是提出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然后慢慢地让步 最终达到目的 买东西砍价的时候 先给一个很低的价格 然后慢慢地往上加一点点 最终达到心理的那个价位 这些都是通过拆屋效应来实现的 那么拆屋效应 为什么能起到作用呢 说到底 还是因为它给了人们一个最后的底线 只要不超过这个底线 就可以接受了 就像鲁迅说的 只要不超过拆掉屋顶那个底线 那么开天窗就好商量了 这个拆屋效应 有人就调侃说 这就是心理学的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 好 接下来是最新一期的自媒体 文章标题 偷窥了同事的输入法皮肤 先如今输入法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打字工具 有些人通过它这个背景皮肤 展示了小癖好 比如输入法背景是某某明星歌手 不用怀疑 这显然是爱豆流派 为了表达对自家偶像的喜爱 就把它放在这个输入法 感觉每敲一个字都是对偶像的爱 还有这一位 将输入法的皮肤 做成了化学元素周期表 那这是妥妥的学霸呀 有了他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化学了 别看输入法 那么小小的不起眼 分分钟啊 它能暴露出你的人设和内心的反差 那现实当中那是钢铁直男 输入法呢 这个皮肤啊 就是软萌小可爱 有的表面上是无语无求 但输入法里啊 藏的是全部的理想 生殖 加薪 脱单 每次打字啊 都在提醒自己 为了理想冲呀 除了各种各样的皮肤 那输入法也是越来越懂事 土味情话呢 说来他就能来啊 多喝热水太简单了 立马换换心疼 注意保暖多休息啊 有啥事我来 这就充分满足了辞穷人士的需求 有的时候啊 你只需要打半句话 它就自动弹出后半句 完全符合你心里的意思 难怪有人说 我的输入法呀 已经成了精啊 它比我还更了解我呀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